金牌大間諜 冬令靜谷當心遭胃病產生 我有一個35歲的一個男性病 因為冬天到了 一定要跟朋友去吃薑母鴨 對 回家洗完澡就躺下去睡覺 半夜兩點就驚醒了 因為 咖啡嗆醒了 感冒靜谷慘之聲 來賓接成瘦災 各位演員大家 就是三天兩頭 大家都會輪流起客 不是要燉彩骨啊 就是薑母鴨 因為有一天我感冒 但是喝了之後 我 才四天啊 原來這樣會鎖喉 鎖喉就一定要問我 我是鎖喉專家 不是鎖喉 年節再好難比他 病人健康量景區 像我有一些病人 他們因為腎臟病的關係 就不能吃蛋白質 家人就會覺得忍不住你知道嗎 對 然後就給他敬佈一下 本來腳臂的泡泡都不見了 蛋白尿已經都沒有了 結果下次再一門診 一看 又是 又有了 西大公社的蛋白尿 我還看過病人 首相歡迎 今天與我們討論 東陵進補相關問題的 金牌聯合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診團 歡迎各位 可是來到金牌大間諜 這寒流是一波一波的來報道 這個時候呢 不進補更待何時 請問 我 不能吃的舉手 全部耶 還不能吃啊 營養師妳講 是 為什麼不行 因為程哥妳明顯的 有喉嚨鎖住這個 那如果吃這個爆過 麻油爆炒的薑會鎖喉 其實反而會更不舒服 麻油爆炒過的薑會鎖喉 感冒其實有分 所以其實如果是 你有喉嚨方面的問題 我會建議你的麻油是最後 雞湯煮好之後 最後再加一點麻油跟醬 點香的 不要拿去爆香 不要爆 對 其實我們在西醫裡面 有慢性在撒牙的人 或者是有喉嚨 可能會慢性發炎的人 如果它含有 在它的飲食裡面 過多的話 是 謝謝 我沒有問題了 我不應該問你們 小辣情報員 帶妳的第一個情報 來 告訴大家 師父本身沒有錯 但是老大 你用你的手摸摸你的肚子 請問你是只有冬天禁骨嗎 通常都是摸摸良心 摸摸肚子幹什麼 所以你摸摸你的肚子就好了 我到底這屋子能跟誰聊天 來 好好講 請問剛開始 剛開始來 你摸一下你的肚子 摸一下肚子 你只有冬天禁骨嗎 不只 是不是 你是不是天天都吃骨大魚大肉 沒有天天 幾乎 每三天 而且你看你的身材 是不是就是補過頭的身材 今天的第一個情報就是 天天禁骨 小心你惹禍上身 本來凡事過而不及都是不好的 是 對不對 到底是你浮誇還是真有其事 今天其實禁骨是一個普遍的觀念 男女老幼大概長了一點知識 長了一點智慧的 可能從8歲到80歲 都認為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現在請教醫師 到底吃骨會帶來哪些健康的問題 來 肝腸腸胃科的蕭敦仁醫師 蕭醫師來 我們腸胃科醫師冬天最忙 從11月一直忙到 這麼久 那現場 對 毛衣整季 這六個月裡面 胃筋都會做得特別多 冬天做的胃筋做得特別多 真的喔 對 我們看一下 像這個是正常的一個胃的黏膜 是很漂亮的 OK 那有人吃薑母鴨 因為薑母鴨裡面 你假如薑母鴨這個湯 你假如把它放冷的話 你看上面 對 那個油本身事實上就會讓 食道跟胃這個闊躍機鬆開 所以一吃 就胃食道逆流 所以非常厲害的逆流 我有一個35歲的一個男性病人 因為冬天到了 一定要跟朋友去吃薑母鴨 回家呢 洗完澡就躺下去睡覺 唉唷 好啊 熱熱的吃快快的好啊 半月兩點就驚醒了 驚醒 不會 因為 可是我聽過有個說法是說 吃補要睡前喝兩碗 趕快躺在床上這樣醉補 妳有照過這個嗎 沒照過 我不敢 我會怕 去照 一定要照 妳才照妳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所以吃飽了立刻躺下去 本來就是大碗 是不行的 大忌啊 對 薑母鴨呢有些人是 覺得只是酒先下去煮 煮過了還不過癮 一定要端上來再倒一些酒下去 加一些藥酒特別多一點 特香 對 特別香 對 結果這真是一個病人 他是這樣 他喝完 就是喝完薑母鴨以後 因為裡面酒太多了 在那店裡面立刻嘔吐 那想說把東西吐出來而已 不是 吐血 直接吐血 直接吐血 但他這個是因為嘔吐太厲害 把這食道跟胃中間這個地方裂傷 一塊裂傷 裂了一條橫 就是這一塊 就這裡在出血 那個是具體的嘔吐把食道拉傷 很大 跟生小孩一樣就對了 非常厲害的嘔吐 劇烈的嘔吐會拉傷 對 因為在食道跟胃這個地方 有一個固定的 就是說他這個是不會動 但是胃一翻上來的時候 哇 這個地方就裂傷了 你看裂了這麼大一個橫 所以血就這樣出來了 所以吐血是因為這個地方在吐血 所以有時候吃到這種東西 不只是逆流而已 有時候太厲害的嘔吐就會這樣子 但右下角那個是什麼 那是麻糊 對啊 麻辣鍋 麻辣鍋不是有分成各種不同等級 對啊 絕魂辣什麼各種不同的辣 絕魂辣 這個就是餐餐都吃麻辣鍋 可是我餐餐吃麻辣鍋都沒事 對 妳的胃特別好 各位 各位 我看了也 你是誰 我是Junior 你好 對不起 我今天沒穿拖鞋 對不起 不是 因為我是四川人 那四川人就是又麻又辣 對啊 那四川人不是都吃嗎 可是我每天就是收工回家睡覺前 我一定要吃麻辣鍋 哇 畢竟我零搞不好 它就是剛好體質可以了 對 對不對 搞不好可以 對 因為辣椒本身 對胃黏膜是非常傷的 妳知道腸胃黏膜就好像是 是 好像是地球的大氣層 但這大氣層一旦破洞 妳看看 是越來越演越烈 就得要非常小心才是 所以才會到了黏膜 身體上有黏膜的涼膜特別出入 沒錯 來 聖長哥的江蘇珊 江醫師 來 請繼續回答 來 其實我覺得 現在這個當口 在台灣還在進補 大概就是所謂的死骨不化的問題 那沒辦法 不是 你要想像一個問題 以前在過往的這整個幾千年中間 整個人口裡面的BMI分布 全部都低於20 比較多 很輕 真的喔 體重嚴重不足 那你像不要說什麼 像我祖父那一代的人 在台灣的農家 並不是特別困苦 就是自己也有田 當然 可是家裡喔 一個禮拜 不見得會看到一次的肉 要過年過節才有對不對 對啊 所以所有人 BMI都很低的情況下 你想想看 到冬天就很難過日子 因為冬天沒有足夠的脂肪 你沒辦法抵禦寒冷 那更不要說大陸北方的地方 所以那個年代 它的確需要吃進很多的脂肪 很多的蛋白質來進補 來過冬 對啊 可是各位想想看 今天台灣是什麼狀態 所有人BMI都已經超過25次了 對不對 超高 真的喔 好嚴重喔 也蠻好笑的喔 不過喔 蠻好笑的 那在補什麼 真的不曉得在補什麼 我們也看過病人補出問題來的 因為在這個不需要補的時候 你去補 像我有一些病人 他們因為腎臟病的關係 就不能吃蛋白質 可是到過年的時候 家人就會覺得忍不住你知道嗎 會覺得說太可憐了 被醫生下令說不能吃蛋白質 已經三個月都沒有吃過肉啊 什麼東西的 過年過節不吃一點東西 對不起自己 對 就給他進補一下 你下次來門診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病人 本來小便的泡泡都不見了 所以蛋白尿已經都沒有了 結果下次再一門診 一看 又是 7 8公克的蛋白尿 整個都是蛋白尿 小便就是跟肥皂泡泡一樣 整個都是 我還看過病人 因為他蛋白質是攝取太多 到肝臟去 這個肝臟壞掉了 纖維化了 所以他沒辦法處理這些蛋白質 所以他就把它轉成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本身在雪中循環的時候 他對腦袋是一個抑制 所以病人會進入 所謂的忽迷的狀況 所以如果不處理他的話 這病人會因為這樣補而走掉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要不要進補 要看你的身材 看你所在的地方 對不對 當然你平常都太夠了 在補我就覺得有點太多了 我們都在補水缸 沒有在補身體 對啊 我們補的都是恐腹之欲 對 腎功能不足 肝功能不好的 都要特別小心進補 還有勾血壓的患者呢 是要小心再小心的 可能會吃到昏迷不息 魏志偉 那其實進補本身他沒有大錯 那就錯在說你不當的補 還有你不了解你自己的慢性疾病 尤其是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像我就遇過一個 他又淹 又久 又瀟灑 瀟灑到連他的 他瀟灑到 他瀟灑到 他真的很會講順口溜 又久又瀟灑 他其實瀟灑到他連血壓的控制 都就是要有一餐沒一餐的 他說今天覺得他血壓還好 他就不吃藥 其實以這樣的生活習慣的人 你就知道他平常 對自己的照顧也不會多好 他在冬天的時候 他補 他怎麼補 他不管補任何的東西 他的湯底絕對是 酒鼻水 對 全酒 他被送來急診的那一天 他其實就是在晚餐在吃 在喝湯 喝到一半的時候他忽然 喊那個後頸不痛 他就砰 就倒在桌上 其實他的家人一開始都也以為 他是在開玩笑什麼 因為他就是直接這樣子打在桌上 榮祥 榮祥就是在跟朋友吃宵夜的時候 就倒下來 大家以為他在 開玩笑 睡一下 休息一下 因為還有人沒到 不起來了 才發現事情不妙了 他就這樣子走了 所以那個先生他也是很類似的狀況 就被送來急診室 據描述他那天還是吃麻油雞 聽到他來講麻油雞 就是弄得香噴噴的 上面又放了很多的蛋 對當時一個 激寒交迫的急診室來說 這是很殘忍的現實 所以當時激寒交迫的急診室 會 你會說你嗎 對啊 當時天氣又冷 又 對 所以當時激寒交迫的急診室 還有畫面喔那個 所以當時那個先生被送來的時候 已經叫不太醒了 當時幫他做警戒處理 血壓一量 哇塞 好高喔 沒錯 那時候幫他 因為他當時已經是意識昏迷的狀態 我們先幫他插管維持呼吸 去做電腦斷成掃脈 才發現他 原則上在腦幹的初血非常危險 而且他幾乎不太能夠開到 醒不來 對啊 他後來真的在醫院 就都沒有再清醒過了 死不過來 那就是服務人 對啊 服務人或者走掉大概就這樣 腦幹其實就是我們的生命中樞 他的空間又非常小 所以在那裡初血你也很難去做 有沒有什麼樣的檢查 專門檢查腦幹是不是健康的 其實都是一些血管的檢查 因為我們的大腦血管有原因 所以瘦的人絕對不會有事 對不對 也不一定 體脂高 像我的算是比較大隻的對不對 我跟我們班有比較瘦的這兩個 我們兩個體脂一樣 28 我不是體脂高的時候 我第一次去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那個才40幾公斤 他是說我膽固醇過高 結果我說不是胖子才會膽固醇過高嗎 沒有 沒有 有家族病床 對 所以整個不是瘦的人絕對沒事 但是 一定會有事 一定會有事 他只剩你 一定會有事 一定會有事 好啦 我們對事不對人 這個 我覺得 他呢 主持這樣一個健康的節目 每天晚上回家都是沮喪的 因為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會跟這些人共死 他們用各種的方式去恫嚇你 對 對 打擊對話 我們是關心你 來 我們先關心大家 凡事量力而為 要先清楚自己的身體 是滿重要的 如果有疾病在身上 就要聽醫生的話 少吃微妙 不要亂吃亂補 好啦 這個吃補強生 沒吃好可能是一命嗚呼 是不是這樣子 裴整團吃補吃過頭的經驗 請準備分享 來 丁國妮先來 因為其實我們 就是八點榜都是常壽劇 所以演員大家 就是三天兩頭 大家都會輪流請客 不是要燉排骨 就是薑母鴨 因為薑母鴨裡面 有很多什麼高麗菜 我很喜歡吃 好吃 還有明血糕 對 我很喜歡吃 結果因為有一天我感冒 但是我覺得我快好了 所以我就喝了 妳覺得妳快好了 對 但是喝了之後 才四天 四天還是要拍戲還是要講話 結果都用喊聲音變沙癢 鎖猴 剛說的 對 原來這樣會鎖猴是不是 鎖猴就一定要問我 我是鎖猴專家 妳是鎖猴 妳有隨過女子防身士嗎 我是鎖猴專家 因為我也因為拍戲的關係 其實你本身的身體條件就很差 因為你就常常熬夜 所以都上燥下冷 絕對是不能夠吃補 只要有一點點感冒的症狀 喉嚨癢 鼻子會有一點點就是塞 就不能補 可是我每年還是都沙癢 而且都要 但妳怎麼拍戲 冬天妳避不了任何砂鍋類的東西 只要煮超過一個小時以上的 只要超過一個小時都是燥的 對 因為它的屬性就轉變 那半個小時就不會燥了 像薑你不鞭它不是燥的 你鞭一鞭它就變燥的 不是麻油的關係 不完全是麻油 其實是烹調方式有關 有 剛剛趙醫師有講 所以我每年喔 我最害怕就是大概12月底1月 我跨年有好幾年一點聲音都沒有 大家都耶 這個衣服不是人 可是這個有解 有解 完全一點聲音都沒有 有解 我後來有遇到一個中醫師 結果他就後來教我一招 他說你以後呢 冬天的時候 我才知道連雞湯都是 他說你要在同一餐裡面 就是你吃飯大概是一個小時之內 假如你非得要吃到這種燉啊 補啊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搭配譬如說 你可以喝 鳳梨苦瓜雞湯 就是一個東西 或者是隔膜 中文它的屬性 所以我後來我常常就會準備 對 有些時候我身邊都會帶那種 蘿蔔泡菜什麼的 去品嘗 像薑絲蛤蜊湯 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蛤蜊是比較涼的 薑絲又是熱的 它不會去爆炒過 這樣子你來個熱熱的就可以喝 如果你有比較不舒服的話 你上面撒一點 阿嬤帶來拉肚子 拉了兩個禮拜 而且這兩個禮拜是我一直在治療 我就告訴他說 最後一次我終於發現原因了 像薑絲蛤蜊湯 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蛤蜊是比較涼的 薑絲又是熱的 它不會去爆炒過 這樣子你來個熱熱的就可以喝 如果你有比較不舒服的話 你上面撒一點白胡椒 白胡椒也會熱心 但是它不會到灶 所以像胡椒豬肚湯 這種有撒胡椒 其實都蠻適合這種感冒快好的時候 可以去喝的 他現在說的都是比較輕薄的 對 因為有人吃到晚上不能吃薑 而且聽說很強烈的 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是真的假的 來 營養 其實我們在營養門 真的遇到很多 那是從 說晚上什麼下午4 5點以後 就千萬不能吃薑 說很燥 可是其實我們在臨床發現 像我們很晚下班 來一點薑湯什麼其實是不影響的 所以其實中西方醫學 我覺得還要看你個人體質 像有些人就是會過敏 有些人就不能夠晚上吃 那你就可以早上吃 不過對一般大眾來講 薑你沒有爆炒過 其實晚上喝一點點薑茶 薑湯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像我就真的是像蕭醫師講 就是我是屬於那種就是薑母鴨 我可以 如果我自己做的話 我會加純米酒 煮到那個酒味沒有 然後不燃燒對不對 不加水 滾 不再加水 我也是在喝湯的時候 我會就是湯過來之後 再加一點 我都會加 再加 而且人家都加那個料理米酒 我會加 我喜歡加就是米酒頭 我覺得比較香 有 我有一次就是 我也是那種重度的薑母鴨的愛好者 結果我那一次 因為我連續一個禮拜大概吃了三四頓吧 吃了三四頓 我到吃到第四天的時候 突然間我就吃完之後 隔天早上講我整個牙齦腫的 就是快要不能錄影的那種 就整個就是 腫到就咬都會痛 也有可能是 這位民眾我們在講話再分享 不要吵 來 菲姐 醫生還幫我看打針 我忘了她是幫我畫一刀 讓那個流出來這樣 反正裡面就是有發炎 有點像畫妳這樣 醫生就問我說 妳是不是吃了什麼 她說火氣過大 第二次是我們家 我媽媽自己做薑母鴨 那也是很經常 我媽媽也是屬於就是 全部用米酒頭下去 老一輩都這樣 煮到差不多之後 結果我就吃 我跟我妹兩個吃一吃 我就 我就剛好吃一包 剛好喝一喝 看我妹妹在流鼻血 我就說 欸 妳流鼻血 我就在笑她 妳流鼻血 然後咧 我自己也流鼻血 妳自己也流鼻血 兩個人是乾脆 怎麼會吃到流鼻血 我是不是知道 原來補過頭會流鼻血 對 其實這個很多人都會 把煮菜的時候 把酒直接放進去取代水 或者不加水這個部分 吃骨都是這樣子 很多都會有這樣子作用 可是很多人的 在這個季節裡面 就會有出現一個就是 兩隻老虎 一個是腸胃 一個是肺部的問題 其中一個肺部的問題 跟過敏有相關的就是 有過敏的人 產生氣喘的機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有一位40歲的一個婦人 她本身是有氣喘的一個病史 本身就控制了 有時候要控制 有時候不想控制 可是在過年的時候 或者是在秋冬的時候 她就一直很想吃的就是 全酒精或者全酒做的那種 麻油肌 麻油肌這個部分吃完之後 她馬上喉嚨就縮住 她縮住到什麼程度呢 有一次她縮到 就被老闆娘打一一九送醫院 因為整個就沒辦法講話 沒辦法呼吸 就有個氣喘發作起來 我自己門診有一個孩子 她大概六歲 結果阿嬤帶來呢 拉肚子拉了兩個禮拜 而且這兩個禮拜 是我一直在治療的 結果她還是拉 每次來就是改善一點點 改善一點點 其實現階段對於拉肚子的治療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見解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認為拉肚子說都要吃清淡的 對 白稀飯 白吐司 白饅頭 現在比較新的觀念認為說 當你吃太久的清淡食物的時候 可能讓你的腸胃黏膜 所以呢 反而讓她太久沒有辦法恢復正常功能 所以說要吃清淡的飲食 建議拉肚子清淡飲食前面一天 或者說幾個小時 後面就恢復正常飲食 但是呢 還是有前提的就是 所以我就把這個觀念跟阿嬤講 我就告訴她說 你就照你平常正常吃 但是不要吃太油膩的 但是這兩個禮拜 我不斷給她這個觀念 發現她好的很慢 最後一次我終於發現原因了 她說 醫生啊 妳說 叫我照她平常正常吃 我平常每天就是 燒酒雞 每天到晚在食補 她每天都在做這個動作 結果我告訴她說照正常吃 她就說她頂多 就是把上面那一層油膏療 像那個阿嬤她是每天吃 這真的是太不合理了 因為我覺得媽媽都會特別擔心 尤其現在少子化 都會想說 我還是要吃什麼才長得高 像我兒子很瘦 因為她吃東西很慢 她就瘦 吃也不少 但是就很瘦 對 我就想那是不是要讓她稍微什麼 後來我就也是想請教一個中醫師 中醫師都不囉嗦 她說 衣服不用多穿一件 少穿一件 吃飯不用吃太飽 因為她吃太飽 她下一頓她就吃不了 就雞燈飽的意思 她下一頓就說 現在病哪一樣是沒吃得的 她都吃出來的 那你兒子 怎麼會這樣 我要請問一下 剛剛那個陳慕容醫師 妳特別 慕容先生 妳說了 孩子是幾歲的孩子 學齡前還是小學前還是什麼 我們站在醫生的立場 我們都會覺得酒精其實 對很多事情都有影響 尤其是腦袋的發育 對腦袋發育 其實我們自己都建議 18歲以下 高中以下 站在我們小學科醫師的立場 甚至於有些時候 我們跟一些其他醫師的聚餐 我們喝酒的量都會少一點 都會有一點節制 因為酒精其實對這個腦袋 不是很好 那當然 這樣講太見外了 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 你要吃進補一定可以 但是請妳把握一些秘訣 像是菜比肉是2比1 像剛剛妳說 毛油裡面有高麗菜 有一些肉 所以妳的菜的分量記得要吃的 比肉多 妳就可以避免 我們剛剛在講那些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另外會建議大家吃完補的時候 妳可以多喝水 可以的話 一碗 像我其實薑母鴨我是會外帶 一碗會變10碗 回去一大鍋有沒有 妳就可以分10小碗再去加水 可以稀釋這些鹽分等等的 是很OK的 不要專攻內臟類 像什麼麻油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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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吃十幾個這樣的話 就太多 很容易中風 那妳知道一隻雞 它就只有一隻鴨 所以請妳按照這種 一隻雞就是 對 譬如說有兩隻腿 兩隻刺 請妳不要說一次吃雞鴨 一次吃2 30個這樣就太多了 所以提醒大家 這講得很對啦 這是天理鴨鴨 我們那種吃法算 天理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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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加上陰絕落宿 當場的落宿 有那個症狀 接下來還有哪個補會補出問題的 來 學到錢寶遠 是 我們除了冬天的時候 我們會進補對不對 還有一個時間我們絕對會吃補 就是過年 過年有一定不跳牆 東坡肉 炸魚 糖 處於什麼 各式各樣都有 所以過年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怎麼樣 天天的大魚大肉 我們把肥油跟油呢都甩不走 來 先問大家過年期間 有哪些是必吃的食物好不好 丁瑋玲 必吃的食物啊 就是因為 因為我媽媽92歲了嘛 那我們就想說 她想吃什麼 我們就買什麼給她吃 就 然後變烏 我們過年都吃這些 因為不是吃黃魚 就是一定要大白昌 上了年紀80歲以上 胃口好的 我們都要非常拍拍手 真的 恭喜 恭喜 來 過年一定吃什麼 Junior 你說佛跳牆一定有 然後我們家一定 像那什麼東坡肉一定會有 再來就是菸都鮮 就是自己會弄 一都市啊 對 菸都市 三都市啊 我們家不是河北 但是我姑姑就會弄菸都鮮 一都市 然後有素食錦 再來就是一定會有 我最愛吃那個 臘腸 肝腸 那一定要 那個樣子 對 牛炒蛋 對 肝腸不吃會寸斷的 對 就是啊 肝腸不吃會 你吃到辣味 下鍋 魚頭 那邊 下鍋 過年 大家都會吃鍋 會吃出哪些問題 對 來 肝腸腸胃科 來 笑意識 是 過年 吃這麼多 最怕其實 剛剛講的當然是非常多的 立刻傷到腸胃的問題 但是 假設你每餐都這樣吃 年後你會碰到的問題是 體重就會 發胖 實現上升 真的 這是一定的 妳的表演化得太誇張了吧 是 過年這段期間 體重會上升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溫度的效應 因為溫度低 你就想要多吃 對 第二個是節慶的效應 對 現在開始尾牙 對 再來過年 早餐自己太多了 再來春酒 還有元宵 所以每兩個禮拜就一個聚會 這個是一定的 我們人群的體重 BMI是從小一直往上升 一直升到65歲才往下降 所以剛剛講說 92歲的老人家能夠吃真的是福 因為老人家胖一點比較有白分 太瘦的話 進交病房都出不來 我剛剛講說 人群體重是慢慢升升到65歲的 可是每年有一個循環 春夏秋冬是有循環的 上升的時間 都在冬天 真的 這很冷 一定要多吃一點 下降的時間都在下面 而且剛剛知道說 聽到這麼多的補 其實普林值聽起來就夠 頓煮的東西 尤其有一些湯品 痛風患者在過年期間 不應該為了一口腹之欲 反而傷身 痛風會發作 吃太多太放縱自己 還會心肌梗塞 是真的假的 急診科 餵醫師 來 是啊 其實過年大家大禹大肉 這裡面成分就是包含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 心血癌疾病誘發的因子 所以當進捕這個鏡頭 帶到急診室 當然又是一些非食急傷的個案 像我遇到一個中年的大哥 他其實在過年的時候 就是跟他的一些小弟在聚餐 吃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大禦忽然很不舒服 一直在冒冷汗 那他的兄弟就說 這個我知道 叫他在喝口酒壓壓進 我心裡想說 他在吃東西怎麼會滴血 結果他沒多久 就在餐桌上暈厥過去 對 那他兄弟 又馬上幫他做哈姆利克 把他說吃東西 暈過去應該是嗆到 哈姆利克 他被送來急診室的時候 雖然人意識已經清楚 可是我真的蠻同情這位大哥 這樣子 對 那後來一檢查 被小弟害死了 對 一檢查發現 他其實當場 一種心肌梗塞的發作 有點心肌梗塞的那個症狀 所以那時候 他緊急被送去新導管 還好有救回一命這樣子 那他是因為吃了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那些菜 太高油膏鹽了 太濃稠了 醫師 對不起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有一次 就是人家跟我介紹說 就是他還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對人體比較好 後來我媽媽都指定 要我買蠔油給他炒菜吃 是對的嗎 重點是不要過量 不管是任何的油脂 那就算是原型食 就是炒青菜之類的 對 如果你每天用的油量 大概是一湯匙那種白色 就說叫湯匙 每一餐是一匙的這樣用量 不同的油脂去換苦茶油 蚵油 豬油 橄欖油 橄欖油你都去替換 這樣是好的 但是呢 你如果一次是吃下 一大桶的油 你一定就會有些新習慣 疾病的問題 一餐一湯匙 太少了吧 對啊 炒個青菜至少要三湯匙吧 我們買什麼瓦米什麼什麼 然後就附著那個湯匙 所以這樣你不要去外面吃 他就說一餐一湯匙 一整餐就一湯匙的油 你炒一大鍋青菜 是想要加三湯匙吧 就是一個人是一湯匙 一個人一餐可以吃一湯匙 我家裡十個人可以煮十湯匙 對 對 這家合理多了 不是你要想 你這一湯匙現在要出去滷肉 肉本身還有一湯匙 它會油 肉本身有汁的油 這個誰 不要管這些有的沒的 我們就這樣 吃就對了 放輕鬆一點 人家能夠管嗎 咱們倆職業傷害這麼嚴重 對啊 吃 過年郭惟節要好好的 克制自己大魚大肉的 這種口腹之魚 淋嘴也要小心 不然真的吃進滿滿的油 怎麼甩甩掉掉 淋嘴 更可怕的是很多疾病還跟著來 是這樣子嗎 小辣情報員 是的 就是這樣子 剛剛講了這麼多可怕的案例對不對 告訴大家解藥了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吃 才會健康的補呢 解藥就是 健康新補法 水果是 水果我是知道 飯後吃了一個幫助消化 但是聽說有些水果甜度還過高 還不能吃太多 還有吃水果本身本人可以 多吃果汁 那可能是不知道 多少水果榨出來的這一波 而且沒吃到纖維 我的量還很大 對 沒吃到纖維 甜度 甜分又過高 來 水果應該怎麼吃 比較對身體有幫助 請教一下醫師好不好 透過水果來減輕身體的負擔 加一顆陳某陳醫師 來 的確喔 大家都在吃進補的時候 都會吃一些蛋白質 油脂 可是您知道 你真的要補的東西是什麼呢 因為衛福部的統計告訴我們 全國人最缺乏的 其實就是纖維質的社區 一天大概要25公克的一個量 可是大家大概吃到10公克左右 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怎麼去選擇一個 所謂的高纖維的一個食物 很多人一個想法就會說 高纖維的食物一定要那種粗的 第一個人的想法就會這樣說 一定要是粗粗的感覺 像芹菜類的 筍子 我想到了就是筍子 對 第一個就會想到說 一定要是粗的 可能又不要吃油 最後都沒辦法出來 又卡在裡面 對 但是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講到的是說 如果你過年的時候 你想要去吃一些蔬菜水果的選擇 我們當然還是要選擇 那個纖維質相對比較高一點的 因為我們其實也不能吃那麼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表格 跟大家做一個整理 告訴大家說 奇異果 奇異果的話 不管是黃果跟綠果的話 它的纖維質一顆起來 都還算滿高的 有高到3公克跟1.5公克的 這樣子的一個量 這樣子所謂的水溶性 或者是可水溶性的膳食纖維呢 可以幫助我們在腸胃道 吸附我們在過年期間 吃了過多的胆固醇跟油脂 讓我們腸胃蠕動 變得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在過年期間 會發現你有一些腸臟 腸胃蠕動不舒服的話 不妨多使用一些 含有膳食纖維的蔬果 所以二十五公克 是很容易攝取得到的 如果你有加蔬菜跟水果 在你的飲食裡面就會 可是你吃得如果太過精緻 或者剛才所說的 把水果打成汁 在濾掉那個渣之後 你很有可能就沒吃到 那麼多的一個纖維質 像吃便當就會不夠 因為便當就是一塊肉 然後這間飯 然後三格嘛 對不對 三格裡面不可能分蔬菜 而且那一格才等於很少 三格加起來才一個全方 兩三口 三口左右 對 所以吃便當的話 你就一定要配水果 但是要跟大家提醒的一次就是說 雖然像奇異果這樣子 你吃起來不會有粗粗的感覺 它其實含的是 豐富的水溶性纖維質 就剛剛所說的 纖維質分兩大類的 一個是粗的 一個是水溶性的 我有搜尋過 聽說它有酵素可以分解 我蠻想要早餐吃這個雞 如果你很喜歡去吃那種 含有肉類的進補的東西的話 我們當然是希望 它有一些酵素能夠幫你分解 我們人體的胃酸幫你分解 可是呢 水果有很多的酵素 所以有水果酵素幫我們分解 蛋白質這樣子 我們的吸收 消化 排空的速度 也相對會比較好一點 有 好了 除了奇異果之外 還有其他水果是不是也有同樣的優點 來 既然就要不能問一次 其實我們選擇水果 我曾經遇過一個糖尿病的婆婆 其實她說她吃水果 都只能吃不甜的 就是因為 她就覺得怕吃甜的她糖 就沒有辦法選 她就沒有辦法控制好 現在其實我們選水果不用那麼 不用那麼刻苦 其實你應該是選擇 什麼叫做生糖指數低 其實我們就是吃了這個糖 假設我們吃了食物之後 會很快讓你的血糖有波動的話 那就是生糖指數高的 對 那你其實吃了食物之後 你的血糖波動 什麼會讓血糖不波動呢 其實它波動可以比較緩 例如說你吃一些比較紮實的食物 你咀嚼比較久 你吸收比較緩慢 其實它血糖生成就不慢 粗纖維的話就可以了 跟水果有一點的嗎 其實水果裡面就有一些纖維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水果吃起來甜的 就一定是它的糖分高 或者是屬於高GI值 我們這個高GI值或者低GI值 這個名稱就是說 如果我吃了這個東西之後 它在我的血液裡面 生血糖的速度有多快 如果是高GI值生的就很快 低GI值生的就比較緩慢 如果你在你的食物裡面增加了 不管是膳食纖維這一部分的話 它就可以讓它的緩慢的 一個生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呢 像我們剛剛講的一些水果 它有一些口感上面還是甜的 但是呢 它生血糖的速度是緩慢的 像奇異果是滋衣 番茄也是一個選擇之一 伯樂也是一個選擇 對 蘋果 蘋果也是 但是蘋果就會有分 因為有些蘋果真的是 改個兩過之後會比較早一點 是蜜蘋果 那你說一樣的水果 你打成果汁跟直接吃水果 直接吃 又不一樣 而且你這個沒有渣嘛 它咻就進去了 可是有渣它就會阻礙你慢慢吸收 就好像我們吃過 他們有一種都吃下去 馬上有一種吃下去就慢慢釋放 它就是那些纖維會讓你速度 速度效率不同 不過我們那個什麼 台灣這個寶島 這個水果王國要吃到不甜的水果 大概 很難 台灣的水果太好了 芒果還不甜了 青芒果 青芒果好吃 青芒果 青芒果好吃 青芒果 做成情人果還是有加糖 奇異果 那個加十情人果 奇異果也好吃 剛剛一直聽到低GI值的水果 低GI對健康有哪些幫助 來 請看 過年爽顆瓜子竟然吃出健康疑慮 過一個年怎麼就胖6公斤 他就說問他一下 每天就是吃瓜子 你注意 這樣一桶等於這樣一整桶的油 的熱量 大概是6000到7000大塊 所以建議大家吃一個白色湯匙 大概 那個傻 那你就收起來好了 金牌大間諜 大家一直聽到低GI值的水果 低GI對健康有哪些幫助 來 陳一子 其實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要控制我們的三高 在我們的那個 這個季節變化的時候 如果你有慢性疾病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的話 當然你中風機率 心血管的問題就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你又再進補 又把這些東西再吃進去的話 相對的 你也會影響到你的心血管 那我們最怕的就是 那個血糖波動太大 所以我們希望你的血糖 能夠變成一個 很穩定的 所以選擇的是屬於 低GI相關的一個水果 那高GI的水果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 在這個季節也很多 這特別要去避開 有些像葡萄類的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這些都要注意 有些像玉盒包類的 這個要注意一下 怎麼樣 想吃黃的綠的 來 我最貼心的 來... 搭配一些 我要體健康又好吃 我要體健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來... 給妳體健的 好甜喔 對啊 好吃喔 而且我自己在加煮肉的時候 像烤肉片對不對 我會加一點這個 它會讓肉質變得比較軟嫩 小朋友吃起來就比較好 煮肉的時候 對 烤肉的時候 我早餐的時候會用牛奶 加新鮮水果切丁 我就很常加 因為怕酸的話 你其實混著麥片跟牛奶吃 它就被綜合掉 我會加優格 加一些堅固類的 對... 抓一把 你纖維吃也都夠 很多水果都不能吃太多 但起一果似乎可以 不行 誠哥 這個一份還是60卡的熱量 所以站在熱量的立場的話 我們還是 一天就是 三份蔬菜 兩份水果 超過的話 因為一份就60卡 假如說 因為它就要30克的纖維 當然一吃給它吃10顆 那就慘了 因為這熱量就600卡 我們還是接近 奇異果一天就是吃兩顆 這樣熱量就可以了 兩粒 台灣人都有 什麼有 下個毛錢來吃 每個人都要有兩粒的 對不對 就是毅力跟耐力 對不對 這兩粒很重要 是 所以像我們剛剛在講 那個低GI食物的話 如果你可以在飯前30分鐘吃的話 它可以更穩定你那一餐 要吃飯的時候 產生的那個血糖的一個浮動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像這種奇異果的話 就在飯前30分鐘就先給它吃 它裡面的那個 所謂的水果酵素 幫助你做一個代謝的一個 消化的一個動作 然後它的一個低GI跟纖維質 可以幫你把那一餐的食物 去做一個穩定的動作 所以以前... 以前老人家都說 要先吃飯 吃菜才能喝湯 再吃水果 其實是錯的對不對 看是什麼樣的水果 有些水果它其實是屬於高GI值的 當然就不適合在飯前去吃 葡萄就不適合 對 葡萄就不適合 在那種飯前去吃的那種類型的 葡萄荔枝 還有什麼 蓮霧 蓮霧 對 白蘿荔瓜也不行 或者是洗筋 可以先吃 然後喝湯再吃飯 前半個小時吃 吃這個 前半個小時先吃它 低GI的奇異果 再吃你的主食 可以穩定你的血糖 而且你吃了一顆下去 有一點保持感 不會 不會吃那麼多 它會哪有保持感 有 就比較不餓 我們在減重的時候 最常用的就是 我就飯前先吃這種水果 因為你一吃了之後 有些是你血糖會稍微上來一點之後 因為其實我們吃飯 為什麼吃白飯有保持感 因為你血糖上來 會讓你覺得有一種興奮 就保持感 所以你吃了那個 不一定 有的時候在減重的時候 我會水果在飯前先吃 哪一種水果比較多 都有 看那個季節是什麼 過年除了大魚大肉 除了會吃很多好吃的東西 對不對 除了進補之外 過年也要吃零食 一定要 好多零食零食 真的 好開心 而且多半會吃到的 就是各種不同調味的 瓜子 對 瓜子很過癮 對不對 打發時間多過癮 看電視 我過年有這麼多精采的 特別節目中那麼好看 開心果 開心果 對 我們這個過年吃瓜子健康嗎 應該怎麼吃比較好 來 營養師 瓜子是大家最喜歡的 妳是小叮噹的 說什麼就什麼 說什麼就變成 我們在減肥蠻整 就看到有人都跟我說 學生說 他過一個年怎麼就胖6公斤 他就說 問他一下 每天就是吃瓜子 一天就是吃掉一桶 他就說 我吃的是原型食物 這不是原型嗎 本來他就是瓜子 我不是家中 為什麼我還每天都胖1公斤 我跟他說 你注意 這樣一桶 等於這樣一整桶油的熱量 所以一桶瓜子是那一桶油的熱量 對 沒錯 因為瓜子本人它就是油 是嗎 就是油脂類 瓜子是油脂 對 它算堅果類是不是 對 堅果油脂類 所以不 在拍戲的時候大家無聊 都會穿瓜子 然後喝茶 好險我都沒有 又覺得細細的肉 覺得很好吃 好像沒有什麼飽足感 所以一整天就吃掉 等於你喝了 就是六 七千卡 金卡 趙凱瑩小姐 每天吃瓜子喝茶的朋友 每天不吃瓜子的 那怎麼會 我怎麼會長 妳實在下來了 沒有 我讓妳看 因為 我都看得很清楚 我說吃瓜子長這樣 沒吃瓜子為什麼會長這樣 不是 吃花生啊 陳全哥 我跟你講喔 人喔 35歲之前是因為年輕 35歲以後 我們家就是沒有胖的 謝謝 妳摸我的體溫 烏月子做得好 我的媽 整個人跟暖暖包一樣 笑死人了 我從小 別人大概跳動大概72到80吧 我跳動大概93到92 那妳心臟不好啊 沒有...正常 我去檢查過 正常 只是因為我的心臟跳得比別人快 心肌比較沒力 心臟跳得快是不是代謝快 我的 心臟快是不是代表代謝快 又到了這個過年的時節 每當這個時候 大家都會回到自己的家裡面去 那在這個季節呢 其實最容易發生就是 流感或是一些急性腸胃炎 這些病毒的肆虐 多勤洗手 多出去運動 好 盡量避免全家人都封閉在一個 密不通風的一個空間裡面 那如果呢 你自己真的不幸得到了一些病毒感染 發燒 有流感症狀 咳嗽 流鼻水等等 盡量就不要去 這個封閉式的交通工具裡面去搭乘 那記得就是 如果真的有發燒 有不舒服的一個情形 多喝水 多補充一些維生素C 那多走走動動 把自己的抵抗力維持好的話 其實好得非常快 當然 在流感的季節 我們如果可以去施打這個流感疫苗 不管小孩 老人家 或是免疫力 抵抗力比較弱的人 可以去施打 盡量多施打疫苗 其實這個是對大家 有利而無害的事情 我去檢查過正常 只是因為我的心臟跳得比別人快 妳心機比較沒力 心臟跳得快是不是代謝快 心臟快是不是代表代謝快 我們其實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為什麼妳的心臟會快 一般來講像假裝腺抗靜的人 他會消瘦 心跳也會快 吃東西代謝速度也會快 可是我要檢查 妳的假裝腺是正常的是不是 是 非常好 所以過年在吃這些 誰會吃瓜子呢 特別的小心 對身體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建議大家吃一個白色湯匙 大概20顆一天的量 那麼少 所以妳就收起來好了 那真的不過你 真的不要太好 而且我每次都要刻一把 好了 這個過年 放肆著大魚大肉 滿足口腹之餘 記了五臟妙粥 最容易囤積了油脂 身材走樣之後呢 吃過頭在想怎麼剪 切記 吃補要有新的概念 吃對的水果 還能減輕過多的負擔 但記得適量最好 感謝妳今天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 禮拜五的晚上9點60點 中間做個台 請收看我們的金牌大間諜 祝您健康 晚安拜拜